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今天晚上呢 我们主讲的内容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特殊陆基的施工 第二部分 就上节课给大家留了个小尾巴 实在是不好意思 还有一个什么 我们叫滑坡的一段 第二个是我们的防护与支挡 这一部分是我们本节课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再就是还有一个排水 排水的话以选择题的角度来考察大家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的话 考点的话总共是有六个 第一个的话是膨胀图 第二个是湿线性黄图 这两个地方呢 我们做了解性的内容来进行学习 就是说如果考察的话 也主要是以选择题的考察 目前来说在只考了一次 目前来说只考了一次 第三个是滑坡地段的陆基施工 这一部分的话你会发现 在每年夏天的时候 我们看新闻都会说某某地段怎么又发生了滑坡 泥石流等等 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做一个重点来学习 我们这一部分内容啊 除了我们的只档是以案例题的形式 其他的话多数是以选择题的形式来考察大家 好 我们一块来看一下相当考点 首先的话是我们大家跟大家说一下啊 我们的这一节内容的话 从我们的教材的第30页开始啊 30页到31页的这一部分内容 如果你有教材的话 可以看一下教材 没有教材看讲义或者直接看PPT都行啊 我们毕竟是多在PPT给大家列了 好 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膨胀图和湿线图 这一部分内容的话 我们以了解性的内容来进行一个学习 给大家过一下就行了 好 我们来首先看一下膨胀图的特性 了解一下什么叫做膨胀图 给大家一块来过一下 膨胀图指的是它怎么办 它吸水的话膨胀啊 就跟那个海绵似的 吸水膨胀 然后呢 湿水收缩啊 当然我们的海绵的话不收缩 但是你就知道它吸水的话就放大了啊 然后呢 就像我们现在很多小孩不是玩那种 那叫什么海洋宝宝是吧啊 平时的话就是一个小球 然后呢 放到水里的话啪 很大了 然后再拿出来再一量又变小了啊 吸水膨胀 湿水收缩 那这样的话我会发现 如果在这样的土上我们进行一个 有一个修路的话 那肯定是不稳定的啊 不稳定的 等等 所以说我们按照特性 大家一块来知道一下就行了啊 我们按照工程特性呢 将我们的这个膨胀性土呢 分为三类 分为三类 第一个呢 叫做强膨胀性土 第二个是中东的膨胀土 第三个是弱膨胀土 你知道有这三类就行了 有强的 有中的 有弱的啊 我们这地方就是简单记一下我们的概念就行啊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膨胀土的一个分类 上面是一个基本概念 可以自己看一下啊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既然说没有办法膨胀 如果说我们遇到了膨胀土的话 那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那我们肯定还是要在膨胀土上来进行施工的 那我们在施工的时候要注意哪些要点呢 就是就是我们里面要注意的问题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说如果在二级级二级以上公路路基低级要做一下处理 第一句话说如果高度不足一米的路低 大家想一下 我们这是一个路低 这是一个路低 来 大家一块再想一下 有一个有一个路低里边的话 有一部分叫什么 有一部分就大家想一下 有一部分的话是不是叫路床呀 是不是叫路床呀 我们说一般来说路床的话分为两个 一个是上路床 一个是下路床 从我们的上面往下走三十公分的话 叫做上路床 再接着往下走五十公分的话 叫做下路床 就是说一般在八路床的那个范围 一般是八十厘米左右 那你想想这个地方 如果说高度不足一米的路低 那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呀 说明的话我们很可能这个路低 很可能有一部分已经侵占到了我们的路床 侵占到我们的路床 又说很可能我们的膨胀土 我们的膨胀土很可能要做路床了 那你既然做路床的话 大家想想路床它的承载力是要很大的 所以说我们对路床的这一部分要求呢 也是很高的 那如果说膨胀土来做了我们的这个路床 那怎么办呢 那按照要求来采取换田或者改性的一个处理 大家把这个地方来记一下 第一那好了 你这个地方的话不可避免的来做路床部分 那我们怎么办 直接把它给挖走 挖走不用它了还不行吗 我们换一些比较良性的土 或要么就是什么改性 我们里边加一些化学剂 然后呢给它加固处理一下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这地方 就是说出现了高度高度不足一米的时候呢 怎么办 我们想一下要么就是换田 要么就是改性 因为它已经侵占到了我们的路床的这一部分 就说我们的这个膨胀性的土呢 去做我们的路床了 第二个如果表层为过湿土的话 就是湿度比较大 那怎么办呢 那么要么换田 换田一样啊 反正甭管怎么样 换田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方法 要么就行一个固化的处理 也是加相用的化学剂啦 或者是说采取一下其他措施啦 将我们这些软土呢 就行一个固化啊 就行一个固化 好 在第三个的话 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就行了啊 简单了解一下就行了 主要是我们记下第一个和第二个 如果是高度不足一米 那我们就换田或改性 如果说是过湿土的话 我们就换田或者进行固化啊 以选择体的角度来记就行了 再看一下膨胀土的田柱 前面说的是一些基本的处理 我们来看一下田柱啊 这一句话大家重点来记一下 这个跟我们会想一想 在我们的第二节课的时候 就是我们讲田方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想着啊 我们讲田方的时候呢 有一句话说 说墙膨胀土呢 不易直接作为田料 对吧 那我们这句话说 墙膨胀土呢 不得作为田料 你看两者是相冲突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说一个是不易直接 一个是不得作为 两者相遇取严格的方便 怎么办 就是我们的墙膨胀土是不能作为我们的陆滴的田料啊 其他的就我们就不用管了 就记这句话啊 说是墙膨胀土不得作为陆滴的田料 如果考这个地方的话 他怎么办 说啊 比如说他说啊 我们的墙膨胀土呢 经过处理 可以作为我们的陆滴的田料 哎 怎么办 不对 怎么 为什么 他是不能作为的啊 你处理了以后 也是不行的啊 好 第二句话 第二句话的话 我们也记下前面就行了 说我们的膨胀土的话 填住的时候 每一层 因为它是分层来填住嘛 每一层的松铺厚度是不得大于啊 300毫米啊 要么就是30啊 厘米啊 要么就是啊 0.3米 就是最高 最后不能大于300毫米 为什么 他是这样的方便能充分的来压实啊 方便充分的压实 减少它的清水性 因为我们说了嘛 膨胀土它是很清水的 它遇到水的话 它就吸收 一吸收的话就膨胀 是吧 那所以我们怎么办 我们直接把它给压实了 压实的话 防就是减少它的清水性 就是它吸水的话 不易太膨胀啊 不易太膨胀 就给它压得死死的啊 压得死死的啊 越薄的话 压得说是比较 更压实一点啊 压实一点啊 然后的话 说填住膨胀土路基石呢 应当及时对边坡和顶面 进行一个防护 你也知道膨胀土 它的稳定性是不好的啊 容易遇水的话 容易膨胀 湿水的话容易收缩 所以说我们对边坡 做好防护 防止说有雨水来了 它就容易发生坍塌的现象啊 谈判现象 第二个路基 第四个路基完成以后呢 如果说当年不能铺住路面啊 就说我这个地方呢 已经完成了 今年的话就停工了 不能铺住路面了 那怎么办 按照设计要求呢 做一下封层啊 就把我们的上面呢 给它封住啊 避免怎么办 避免进水啊 进水啊 厚度的话 不用小于啊 200毫米啊 就在上面的话 撒一些什么 要么撒一些油了 要么撒一些那个石 杀了石子之类的 怎么给它封住啊 封住这样的话 就说不能防止我们雨水的侵入啊 主要是沥青混上我们的沙子之类的 这个呢 大家注意一下就行了 厚度200毫米封层啊 好 再看一下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呢 就跟我们上面是一样的啊 它的松坡厚度的话 不得大于30公分 其实的话 不就是我们前面这个地儿的话 不得大于300毫米吗 是一样的啊 这就不用管了啊 然后然后他说 路滴与路嵌的一个交界地段 就是说我们说半路滴 半路嵌的状况啊 就是一半 就是我们在这地方啊 一半是挖的 一半是填的 对吧 是这样一个状态 那这个交叉的 交接的地方的话 怎么办 我们肯定要挖台阶啊 是吧 要挖台阶啊 那台阶的宽度呢 跟我们前面是一样的啊 说是 长度呢 不用小于啊 2米啊 好 这个地方我们就看一下就行了 啊 再就是我们的这个路嵌的开挖 前面说的是田 我们后面说一下开挖啊 这地方我们就过啊 好了 再说 不管是说啊 你这个地方是一样的 甭管是膨胀的土 还是一般性的土 只要是挖的话 我们先干什么 我们先挖洁水沟 然后呢 边挖边做排水设施 对吧 不就是我们有这个图吗 是不是让大家 就先让大家试过这个图啊 说在外面这个地方 这个设施叫什么呀 我们叫节水沟 是吧 在两侧的话 还有两个小沟 叫什么 叫排水沟啊 我们节水先行 然后呢 边挖边排水 对吧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地方 啊 其他的话 我们也来看一下 我们说这个膨胀土的话 它的边坡肯定是不稳定的 所以说一样啊 我们在软弱地基的时候 就像我们前面说了 雨期施工 或者说冬期施工的时候呢 边坡呢 也是不能一次挖到设计标高的 我们只要大家知道啊 只要是不良的状态 边坡呢 都不要一次挖到标高 怎么办呀 我们说边坡呢 不得一次挖到我们的设计线 先预留厚度 300到500毫米啊 一样嘛 不都是就是30公分到50公分左右 但路茧全部完成了 再去削它啊 就说我这个地方的话 先给它两边呢 先给它留着 我接着往下走 因为约 它这样的话 放坡其实呢 就不是很大 很厚的话 放坡就不是很大 那我挖到底部了 对吧 挖到底部了之后呢 我再把它呢 给它分段 给它处理掉 这样的话 防止在我挖的时候呢 造成那个塌方的一个处理 造成一个塌方的处理 好了 那个要用支挡结构啊 对我们的膨胀土边坡 进行一个防护等等啊 这些的话 我们就一块来了解一下就行了 不是很难 好了 再看一下我们的湿线性黄土地区 湿线性黄土的话 盖特点就是说是 它是从黄色或者黄褐色啊 等等 粉土的含量呢 比较大 还有大量的碳酸盐了 硫酸盐了 可溶盐类 天然孔隙比呢 在一左右 肉眼呢 可以看见大孔隙 也就说明怎么办 这个土有孔隙 有孔隙会怎么办 吸水啊 只要有孔 是不是就吸水啊 一吸水的话 怎么办 这个水和土一反应的话 这个对吧 就陷下去了吧 是不是就陷了啊 所以说这是我们的 湿线性黄土的一个特性 了解一下 那好 如果遇到了湿线性黄土 我们如何来处理呢 这个点的话 我们当做选择体的角度 来进行计议 就会问你说 湿线性黄土 地基的处理措施 有哪一些呀 或者哪一些 不是我们湿线性黄土的 一个处理措施 我们一块来看一下 第一个肯定 这是一个万能的方法 怎么办 只要出现了不良土的话 我们就怎么办 是不是给它换土啊 是不是给它换土啊 第二个是叫做强行法 前面说什么 这个湿线性黄土的话 它主要是孔线 孔系是不是比较大呀 那你孔系比较大的话 怎么办 我用一个几十吨的 一个夯锤 给你夯一下 这个孔 是不是就给夯实住了 夯实住的话 那我们就说 这个地基呢 其实也就 它的压实度懂得都够了啊 第二个是强行法 第三个是预浸法 怎么办 因为我们说 这个湿线性黄土的话 它如果里边 进入了水 进入水的话 土和水一反应的话 它就下陷下去了吧 那我们事先在我们填住 陆滴之前呢 先给它泡上水 泡上水的话 那它就落下去了啊 落下去了 我们后期呢 再往上填再处理 第四个是几密法 也是一样的 通过冲击震动 或者扩爆成孔 这样的话 也是给它一个几密 第五个是化学加固法 加上一些化学剂 给它一个加固 你就知道 有五个标题就行了啊 换填土 强行 那个预浸 几密和化学加固法 好 我们主要的话是 这个老黄土的话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已经没有了 没有这个说法了啊 你遇到这个地方 你就甭管了啊 老黄土指的是 我们在很久很久以前 就是它这个历史 年份比较长的一些土 甭管了啊 好了 陆滴的填料 不得含有粒径 大于一百毫米的快料啊 边坡呢 用当拍石 及时预防护 防止冲刷啊 进水的陆滴呢 不得用黄土来填住 就是说是 你本来就已经进水了 而且我们这个黄土 容易跟我们这个水发生反应 那你肯定不能用它来 那个填住 了解一下 那我们这个地方 当大家当作 我们讲了 现在讲了15分钟了啊 这个点的话 是稍微重要的一个地方 就是考察的频率呢 稍微大一点 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 如果说这个地基 发生了陷穴 下面有孔洞的话 我们如何来处理呢 就是陈现了 就是往下陷 里边有孔穴 我们如何来处理 这个地方 我们当作一个选择题的重点 或者案例题的重点 也是可以的啊 就是说在我们考试的时候呢 给大家一个案例 通过案例 你能判断出来 我用什么方法来处理 好 首先第一个呢 叫做灌杀 顾名思义怎么办 往孔洞里边灌杀呀 那这个灌杀的话 它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 它怎么办 它只适应于啊 小而且直的陷穴 比如说我这个这个洞 比较小 而且是直的 没有咱们说 没有那些拐弯的地方啊 没有拐弯的地方 第二个呢 叫灌江 前面说的是沙 我这个地方灌江了 比如说一些水泥江了 等等 那这个江的话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液体吧 流动性是比较强呀 所以说它比这个沙呢 适应性更好一点 那怎么办 它是因为洞深不大 洞深不大 因为你如果说灌江的话 洞深太大了 多浪费呀 洞深不大 但是呢 它洞壁起伏曲折较大的地方 因为你想想液体 你管你下边怎么动 只要是液体 是不是 你下边再乱的话 它也就流动进去了 流动进去了 所以说曲折比较大的话 我们灌江 直的话我们灌沙 它俩同时呢 都是不用在大洞上啊 太浪费了 太浪费材料了 好了 第三个是开挖回田 夯实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怎么办 我直接给你挖开 挖开之后再回田 是吧 你不是有洞吗 有洞我就给你挖开 挖开回田啊 所以说它这样的话 剩余各种形状的线穴 甭管是大的还是小的 怎么办 百事不爽 百事都可以的 什么 开挖回田 开挖回田 好 脚洞和竖井 怎么办 在我们的地面上 往下打洞 或者往下打竖井 就是怎么办 其实就是打个 就往下打孔嘛 其实这个呢 就是打个洞了啊 它是用什么 比较大的 比较深的一个洞穴啊 比较大 比较深的一个洞穴 好 这是我们的四种方法 四种方法 那考试的时候 这地方怎么来考察呢 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比如说 在某时空现场 发生了陷穴 啊 地基发生了陷穴 然后呢 经过那个 那个探地雷达 发现 说本地化的话 它的这个洞呢 比较大 比较深 我问大家 能处理这个陷穴 可以用什么方法啊 既然比较大 比较深的话 那我们第一个 就是什么 导动和竖井 对吧 那还有一个 大家不要忘了 我们说 开挖回田 是一种百搭的一种方式啊 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啊 开挖来回田夯实啊 所以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分析的一种考试方法啊 其他的我们就不用管了 来我们看一下 2015年的话 其实呢 就是考了这个地方 他考的是一道选择题 选择题 我们可以当作案例题 也可以来备考啊 大家一块来看一道题 说 适应于比较大的 比较深的地基 陷穴的处理方法 有什么啊 有什么 看一下大家能不能掌握住 这算是我们第一个 比较重要的点啊 第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我们是不是给大家讲了 总共有四个啊 第一个是什么 叫灌杀 第二个叫灌江 第三个叫开挖回田 第四个叫导洞和竖井 啊 我们的灌杀的话 一块来看的 不要看讲义了啊 我们一块来回想一下 我们的灌杀的话 剩的是什么 小洞 而且是直的洞 对吧 而我们的灌江呢 小洞 什么 弯的洞 是吧 就是里边各种弯 然后呢 开挖回田的话 是什么 比较大的洞 比较深的洞 啊 不是 这个地方说 各种形状的洞 而我们的导洞和竖井呢 是什么 大的 比较深的 是吧 首先的话 这个没有给大家讲吧 没有给大家讲 这个就不用管了啊 那我们首先把地选项 是不是给大家选上了 那我们想一想 开挖回田 它适用于各种形状 那较大较深的 是不是也可以啊 所以大家是选 碧和地啊 碧和地 对了啊 很好啊 很好 大家都做的不错啊 好 碧和地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 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我们只要讲到 多选题的时候 就要给大家提嘴 不要嫌我烦啊 来 没有给大家讲 而且我们这个真空欲压法 它主要针对什么 是不是我们的软土啊 是不是软土呀 啊 所以这个地方 它不是那个 我们这个失线的地方啊 失线的地方 要不要去选 我们没有讲 讲到那些地方啊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下一个考点 我们的滑坡地段的路基施工 啊 这个地方呢 我们相对而言 它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地方啊 毕竟滑坡的话 它是我们 每年都要出现的一些情况啊 滑坡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你看我们上面的山坡 是不是就给滑了 其实它主要是什么原因啊 第一的话 它这个地方的话 肯定是含水量可能比较大了 它不稳定了 或者说经过长期的风化的处理 总体来说是不稳定了 然后在上面怎么办 实在比较过大 等等我们造成了这个坡的一个坍塌的一个现象啊 一个现象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出现了滑坡 前面给大家说了 要么怎么办 它可能含水比较大 要么是它上面施载 那个贺载是比较大的 那么怎么办 如果水多的话 我们给它排水 如果说是贺载比较大的 我们给它排贺载 那怎么 第一个叫做 我们治理滑坡的话 这是一道多项选择题 我们可以当做多项选择题 或者说是单项选择题的返雪 我们要治理滑坡 既然你水多的话 那我怎么办 我就给你排水 是吧 甭管是地表水 还是地下水 我都给你排掉 没有了水的浸泡 你的这个边坡就稳定了 就不会造成滑坡的现象 第二个 你不是说你的施贺载比较过大吗 贺载过大的话 瘦的力是比较多了 那怎么办 我给你减少贺载 或者说你上面的贺载比较大 我在下面呢 给你提 那既然说你上面 咱们说这是一个坡 这是一个坡 上面有一个特别大的贺载 那对我们这个坡的话 是不是有一个向上的推力啊 那既然有一个向下推力 你会往下滑动 那怎么办 我在我坡脚的地方 给你来一个往上的推力 这样怎么办 你向下的推力和向上的推力 它俩一相碰的话 两者是又要中和了 是吧 叫做力学平衡 那或者还有怎么办 你既然不稳定的话 我用相用的方法怎么办 给你改变这个土的性质 改变土的性质 让它变得稳定一下 变得稳定一下 好 这是我们的排水 力学性能和改变滑带图 有三类 好三类 好了 我们主一次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主要的是排水 其次的话是我们的力学 这个了解一下就行 首先看排水 排水的话有两种排水 一种是排地表水 一种是排地下水 我们主要看一下排地表水 有什么 排地下水有什么 那考试的时候 怎么考察大家 他问你说 下类属于排地下水的措施的有 下类属于排地表水的措施的有 你千万不要去犯魂 就选反了 选错了 好了 我们排除地表水的话 可能跟大家这个教材上写的是不一样 可能写的是不一样 有点不一样 咱们教材上不写的是滑坡排水吗 我给大家换了个说法 就是什么 我们是排地表水 排地表水呢 有三种措施 第一个 我们设置洁水沟 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说是 既然我这个坡 这个地方 这个滑带土 容易发生坍塌的现象 不稳定 我是不是怎么办 你这个地方不稳 不稳 既然已经不稳定了的话 那不要再碰到水了 我在远处的话 给你设上洁水沟 这个水进不来的话 就不会对你造成浸泡 接着还稳定一点 好 第二个是树枝状排水 就是说我千防万防 可能我这个下雨的话 我下雨的话 肯定在这个表面上 还是有一些水啊 怎么办 我设置树枝状的排水沟 给你把一些地表的净流给排走 或者怎么办 我们凭种夯实滑坡体表面的土层 防止地表水渗入滑体泼面 造成高低不平 易于积水 什么意思 既然咱们说 这个地方滑坡地 这个地方 它是高低不平的 既然以高低不平 那一下雨的话 这地方怎么办 就容易存水 就容易存水的话 这个水呢 就进入到了我们地下了 这样的话 长期的浸泡就不稳定了 所以说 我们把它的表面呢 给它夯实住了 夯实成一个平面 一下雨的话 这个水是不是就给排走了 就给排走了啊 所以说 我们有三种方式 第一个叫做 有节水沟 第二个叫 树枝状的排水 第三个是我们夯实表面 夯实表面 好了 我们首先先看一下我们的第一个 节水沟 我们在滑洞面以外呢 修住一到两条的环形的节水沟 哪样啊 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一个什么滑洞带 就是这个地方的土呢 它是一个容易发生滑洞的 那我们在往外呢 修这么 你看 这是一道 这是一道啊 它是一个环形的节水沟啊 稍微那个不行 你发现这两道节水沟 那水上来了之后的话 水往下流的时候 是不是就流入到我们的这个节水沟去了 节水沟的话 然后把我们的那个水呢 给排掉了 这样的话 就不会对我们的这个滑洞滑洞的地方呢 造成一个浸泡啊 一到两条 那主要看一下这个数字 我们的这个节水沟的话 要距离我们的这个 在滑坡可能发生的边界以外 不少于啊 五米的地方 也就是说这个节水沟 其实呢 啊 这个地方有点近了啊 这个地方有点近了 怎么办 这个地方是不是可能造成一个滑坡呀 怎么办 从这地往外走五米啊 从地往外走五米 这是我们的节水沟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 再看一下我们的第二个 叫做我们的树枝状的排水沟 什么样呀 在这啊 你看这地方还有一个节水沟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一个什么 滑洞面是吧 在我们的滑洞面上呢 有这么一些小小的 你看就跟一个树枝状的一些沟似的 那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的树枝状的排水沟 它的作用呢 大家一块来看一下 它主要是排除滑体 泼面的一些净流 就是一些小小的细流 小小的一些水流啊 就用我们的树枝状的 排水沟 你看就跟那些树叶上 你想树叶上的脉络 是不是很多呀 假设你看 或者我们的手上 大家看你的手上 不是有很多掌 那个掌纹吗 这就相当于一些树枝状的排水沟 如果有水的话 我们通过这些小沟 小的掌纹 哎就给它排走了 排走了 好 第三个呢 就是夯实表面 哎 造成一个舒缓的一个状态 就给它把水排走了啊 好 这是我们的排除地表水呢 有三种措施 第一个解水沟 第二个树枝状的排水沟 第三个是平地面啊 平地面 好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排除 我们的地下水 地下水的话 我们等会讲到后面呢 还有一个排水 我们这地方大家记一下就行了啊 我们排除地下水的话 有什么措施啊 第一个叫支冲肾沟啊 肾沟我们在后面给大家讲 边坡肾沟 也是啊 肾沟后面给大家讲一下 还有我们的暗沟 还有我们的一个平孔啊 肾沟暗沟 等会儿会给大家讲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 你就记名字就行了啊 而这个平孔的话 你可以看下这个图 怎么办 就是在这地方打了一个孔啊 打一个孔啊 然后怎么办 这里边有水的话 就通过这个孔呢 就给它排掉了啊 排掉了 好 大家注意一下 这几个 就记住我们的名词就行了 有什么 有肾沟 肾沟有两个 一个叫支撑肾沟 一个叫边坡肾沟 还有一个叫暗沟 还有一个叫平孔 那考试的时候呢 他会怎么办 他会问 要么是问你排除地下水的措施 要么问你排除地表水的措施 两者混到一块 让你来选出来 选出来 都是一些名词啊 第三个呢 叫做力学平衡 在这个地方呢 给大家引出来一个名词 叫什么 一个叫做牵引式滑坡 一个叫做推动式滑坡 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有两个啊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 一个叫做牵引式滑坡 一个叫做推动式滑坡 先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的推动式滑坡 假设这是我们的一个坡面啊 这是我们一个坡面 好 这坡的话 不一般都像一个三角形吗 啊 这是一个结的啊 好了 如果说这上面的话 在我们的坡顶的话 在我们的坡顶上 有一个很大的贺载的话 怎么办 他会对下面 是不是有一个推力啊 你想想 这样的话 上面有一个很大的贺载 对下面有一定的推力 叫什么 叫推动式的滑坡 啊 推动式的滑坡 好 再看一下我们的坡角 如果说你对坡角 这地方造成一定的啊 下面啊 本来就已经很不稳定了 然后你在下面怎么办 给他掏了一下 掏了一下的话 下面是不是就没有一定的阻力啊 那怎么办 那这个地方的话 他会往下进行一个坍塌 这叫什么 叫做牵引式的滑坡 所以下面的阻力没有了 没有了的话 我们叫做什么 牵引式滑坡啊 牵引式 这是两者的一个区别 大家注意一下就行了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几个几个概念啊 力学平衡嘛 既然说力学平衡的话 就是说 要么我们坡角的阻力不能少 要么就是坡顶不能有贺载 是不是两者啊 好 第一句话 在坡体 怕滑坡体未处理之前的话 禁止在滑坡体上增加贺载 这不就是避免出现推动式滑坡吗 如果你有了贺载的话 哗就就塌了啊 塌就塌了 好 第二个当挖坡陆基上的边坡 发生的滑坡不大时啊 边挖坡陆基 挖坡陆基啊 啊 边滑坡不大的时候呢 可以采用刷坡减重 怎么办 你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给他减一下重 怎么办 就在上面挖一下台阶 你挖一下台阶 你想想 你挖台阶的话 怎么办 就等于挖掉了一部分的土 什么 这叫做减重了吗 叫做减重了啊 或者怎么办 打桩啊 在下面打一个 打下 在两边打上桩 这样的话 对于我们上部的滑动 你上面往下有推力 是吧 你下面的话 往上也有一个推力 这样两者是一个平红的状态 或者说修建我们的挡土墙啊 跟打桩是一样啊 好 就在下面给他堵住啊 防止他下来 而第三句话是相对而言比较重要的啊 我们的牵引式滑坡 具有膨胀性质的滑坡 不易采用滑坡减重法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一块来看一下 再给大家写一下 好 牵引式滑坡 说减重 什么叫减重 也就是我们把上面的荷仔呢 给他减掉 你想想牵引式滑坡 他是因为荷仔 上面的荷仔比较大吗 不是 而是什么 他是因为下面没有了阻力了 下面没有阻力了 就是或者下面你掏了一个洞 你掏了一个洞的话 我就想往下塌 对吧 所以说你在上面减少荷仔 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没有任何用处的啊 没有任何用处 那不如你与其在上面减荷仔 你不如在下面打上桩 或者打上挡土墙啊 只上挡土墙 还有第二个 具有膨胀性的 具有膨胀性质的图 大家想一想啊 我们再给大家再重新画一下 好 这地方是一个膨胀性的图 膨胀性质 好 我大家想 你现在有一个 有一个 有什么 皮球吧 咱说皮球 皮球的话 如果说有一个东西在压着的话 这个皮球是一个收缩的状态吧 如果说越沉 这个皮球越 上面的荷仔越沉的话 对于我们这个皮球的压缩 是不是更大呀 都更大吧 好 如果你把上面的荷仔给他拿掉的话 这个皮球会怎么办 砰是不是就弹回来了 你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我既然是一个膨胀性的图的话 你上面给我有荷仔 是我在那压着的 压着的啊 你把我上面的荷仔 只要一给我拿掉的话 怎么办 我的这个膨胀性 啪就就弹开了 你既然一弹开的话 是不是 整体还说 还会往下 往下塌呀 往下塌啊 所以说 牵引式滑坡 具有膨胀性的滑坡 不用滑坡减正法 不用减正法 好 填方路低 发生的滑坡 可以采用反压土方 或者修建挡土墙 什么意思啊 就说这个地儿啊 填方 填方的话 我们怎么办 在下面 要么给它打桩 要么给它修建 我们的挡土墙啊 挡土墙 好 其他的呢 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就行了 这个呢 我们重点的话 记下我们的第三条啊 第三条 好 改变滑带土 就改变它的性质 我们一块来过一下 第一个呢 叫做被烧法啊 就是给它导动被烧 这样的话给它烧用了嘛 这叫我们的瓷器是吧 你想想 瓷器是什么 不就是泥土吗 泥土放到砖窑里啊 给它一烧 就变硬了啊 第二个是电渗排水 利用电厂作用 把地下水呢 给排出 达到一种稳定的方式 第三个是爆破灌浆法啊 用炸药爆破滑动面 随之把浆液灌入滑带中 以置换滑带水并固结啊 你有三种方法就行了啊 好 我们这个地方呢 给大家说一下啊 我们的滑坡这地方 虽然说香比较重要 但重要的话 它考案里提的概念概率呢 是相对而言是比较少的啊 我们主要大家记一下 我们排除地下水有什么 排除我们的地表水有什么 就行了 再就是我们的这个力学平衡啊 这几句话也是要记一下的 其他的话 我们也是了解一下就行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几道题啊 看一下这几道题 说具有膨胀性质的滑坡体 不易采用的滑坡防治工具是什么 具有膨胀性质啊 什么什么意思啊 我这个地方是很容易发生膨胀 既然膨胀的话 你就不要给我干什么啊 不要给我干什么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道题的话 没有给大家讲说 是不是没有给大家讲说 哎老师 哪一些是治理我们膨胀体的滑坡啊 没有给大家讲 但是呢 我们又给大家讲了说 哪一种方法不能用于我们的这个 膨胀性质图 好 那这道题的话 应该是选什么 是不是选B啊 减重 好 那这个地方再给大家出来了 啊 你听我说啊 比如说在2018年 啊 2018年 一件 你把热道题给记着啊 在我们2018年一件公路一道什么 一道案例题里边考察了啊 假设啊 我说 在案例里边考察说 哦 那具有膨胀性质的滑坡体 那治理的措施有什么呀 那你选加什么 就是反压土方了 啊 修建我们的挡土墙了 等等是吧 你可以把这个选项给它写上嘛 只要说不是减重就没有问题啊 不是减重就没有问题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道题 来 再看第二道题 说排除地表水的方法有什么啊 我们有两种 一种是地表水 一种是地表 一种是地下 啊 地表水的话有几种啊 有三个 对吧 地下水的话有四个 啊 有四个 你们坐着 我你们看的题 我给大家一块来说啊 我们的地表水的话有三个 第一个叫什么 修建环形的接水沟 对吧 第二个呢 修建树枝状的排水沟 第三个是啊 平地面 是吧 好 这是我们的地表水 那地下水的话 有四个 有两个渗沟 啊 有两个渗沟 一个暗沟 还有一个瓶孔 是吧 好 那这道题的话选什么啊 第一个 接水沟 是吧 第二个呢 树枝状的排水沟 第三个 平整 夯实 所以答案是选 A D E 啊 好 很好啊 大家都做的不错啊 大家都做的很好 A D 啊 好 再看这道题 这道题的话是2013年的一道判断题 判断题怎么办来着 只要出现了判断题 大家想一下 我们还有一句话叫什么 那个宁缺无滥 啊 只要出现了这种题叫做宁缺无滥啊 宁缺无滥 苹果是什么样子的啊 等会儿 那个讲义里边不是当时给大家引出来一个吧 大家把这道题做完了 我再给你反回去看一下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说关于他的说法中正确的有 一定要干什么 一定要把这个地方呢 给他圈出来 人家为的是正确的事 不是问你错误的事啊 防止你选反了啊 防止你选反了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说看一下有什么啊 有什么 第一个 迅速的排除地表汇水地下水 啊 这是一个很好的措施啊 我们说要排水啊 因为水的话很可能会浸泡 浸泡的话就很可能会滑坡 第二个 减轻滑体作业机械的重力 土体的重力和振动 你没有重力了 没有振动了 是不是对它扰动 是不是很大了 然后的话 第四 第四 在干旱 在干旱季节内 尽快完成滑坡 低度的施工 大家想一想 滑坡最容易发生在什么时候 滑坡是不是最容易发生在雨季啊 是不是最容易发生在雨季啊 那这样的话 怎么办 我最好在干旱季节内把它给完成就行了 啊 少雨吗 好 然后 牵引式滑坡 用减重法吗 膨胀性的用减重法吗 是不是这两个是禁止用减重法的啊 禁止用减重法的 所以答案呢 是选ABC啊 ABC 好 你这个 你这个地方的话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了啊 我们想一下 正确答案是ABC 错答案是D和E 如果说你在考试的时候呢 稍微有点紧张 你很可能会做出一个什么现象 选反了啊 所以说我们在做题的时候 把这个地方给它圈出来 提醒着你 我选的是正确的 还是错误的啊 好 答案是选ABC啊 好 刚才有人问说凭孔什么样啊 我们稍微等一下他 给他让他看一下 看一眼就行了 好 这个地方啊 你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滑动面 我们怎么办 在下面给他打成一个孔 这个 你再看一下这个 刚才是谁问的啊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凭孔啊 看一下就行了啊 能看到吧 啊 那看完看到了之后呢 我们就过一下 或者你后期看一下讲义了 或者看一下回播啊 好 我们就给大家接着往后走啊 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啊 好 再看下这条题 说 某二级公路啊 的路级右侧呢 有一个滑坡体 时空当日采取了下列措施 问你要正确的有 还是一样 先把正确这两个字呢 给它圈出来 好 我们一块来看一下 给大家一点时间啊 好 给大家一点时间 看一下这道题选什么 怎么选双12345了 是不是打打错了 选12345的是不是打啊 看来是打错了 你现在给我出来1245了啊 好 很好啊 好 这道题的话 我们说了啊 多项选择题 要么你选 把百分之百 全掌握的话 那你去选四个 要么你选两到三个 是不是就行了 好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 如果有积水空的话 我风堵裂缝 那我风堵裂缝的作用是干什么 那就为了 不要我这个积水 是不是往下渗啊 是不是不要往下渗啊 这个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啊 第二个 在滑坡体以外 修筑环形积水沟 其实在这个地方 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大家想一下 大家想一下 我们的这个环形的接水沟 最好在多远以外 想一下那个数字 多远呀 几米以外 几米以外 想一下啊 因为这些数字都是很重要的 很好啊 很好 是五米啊 以外啊 五米以外 很好 很好啊 C 堆放沙袋 这是不在多的节奏啊 还堆放沙袋呢 哎 堆多了 啪起来 全塌了啊 好了啊 修筑抗滑桩 进行支挡啊 你想支挡 哎 那就没有问题 是吧 然后的话啊 截断呢 并排出地下水 是不是也没有问题啊 也没有问题啊 所以答案是选什么 选 A B D E 是吧 ABD啊 好 你这个地方你选 咱们说了 你选两个能得一分 选三个得1.5分啊 都没有问题啊 好了 前面说的是我们的滑坡 接着来进行了我们本晚上 最重要的一个内容 什么 防护与啊 支挡啊 防护与支挡 当然防护来说的话 他的重要性呢 稍微次一点啊 就说是啊 今年能考个选择题 就已经很不错了啊 而我们的支挡的话 哎 考察 按理题的概率呢 相对大一点 在我们的2016年的话 就考了一道大题啊 考了一道大题啊 你不排除2018年 再给你考一次 是吧 好了 我们首先的话 看一下我们的防护 防护主要是干什么呀 防护主要是防止路阶有病害 保证路基的一个稳定啊 改善环境景观 保护生态平衡的一个重要设施 大家想一下啊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你看这是我们的一个边坡 你这个地方 这个路基的这个路滴的话 要么是土质的 土料是吧 要么是石料 要么是土石混合料 那你对两侧的话啊 如果对两侧不做任何处理的话 想一下 经过风吹日晒 经过雨淋之后的话 我们这个边坡 是不是就不稳定了 不稳定的话 长久以下的话 怎么办 它就会发生坍塌的现象 所以说我们要对这个边坡 做好防护 当然的话 我们的这个路阵也是一样的 要做好边坡防护 那么有两种错 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是我们的泼面的防护 第二个是沿河路滴的防护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是有一部分的话 什么 它是不靠水的 不靠水的 我们如何来处理 或者说这条路的话 是挨着水 就沿着我们的河的话 它如何来处理 如何来处理 要么是沿着河了 要么是沿着海了 我记得讲二件的时候呢 给大家说过 在我们家那边有一个 沿海公路 沿海公路的话 有一个蓝海大坝 修了没三个月 然后呢 让海 经过海水的话 一冲刷 啪 全都给 全都给坍塌了啊 后来发现里边 一点钢筋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连火牛土 就是一些素火牛土啊 就是一些素火牛土 没有做好防护 好 首先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呢 叫做泼面防护 泼面防护的话 第一个叫什么 叫植物防护 你会发现 我们走到很多的马路边的话 怎么办 它那个坡上的话 种些草了 种些花了 是吧 这样的话怎么办 它是稳定保持水土 不发生流失的现象 避免它发生流失的现象 或者怎么办 铺草皮 或者种树 这叫做植物防护 来 大家想一下 前辈吃了 那个我也不知道 反正那也没给我 好了 大家看一下 我们来 我问一下大家 如果说我这个地方 要迅速绿化的话 来 问大家 我如果要迅速绿化的话 我是要种草好呢 种树好呢 还是铺草皮比较好呀 很好啊 怎么办 我铺草皮是吧 因为草皮是一张一张 哪怕给它铺铺上 是不是就行了 你要种草的话 这个草的话 很可能还要 可能活不了 种树的话 它也需要一定的反应的时间 是吧 所以说铺草皮的话 是一个很 哪怕这个草 以后活不了 但是呢 当场的话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迅速绿化的一个状态 铺草皮 好 第二个呢 叫做什么 叫做骨 第二个呢 叫做骨架植物防护 什么意思啊 我用浆气片石 或者火凝土来做骨架 然后呢 中间种草 或者用水泥火凝土空心气块来做护坡 或者用毛杆火凝土框架来植草 什么意思啊 就这样 来看一下这个图 人家说我用一些火凝土之类的来做一下相应的框架 是吧 做好了框架之后呢 这里边呢 这是我们的框架 你会发现这些白白的是我们的框架 做好了框架之后的话 我在里面呢 再种一下草 再种一下草 这样的啊 它相对于我们的植物防护来说 稳定性更会大一点啊 更大一点 第三个呢 叫做乌公防护 只要出现了乌的话 大家想一下 出现了乌公的话 它就跟我们的什么 跟我们的水泥 跟我们的火凝土是有关系的啊 好 第一个喷浆 第二个喷火凝土 第三个干气片石互泊 第四个是江气片石互泊 江气片石互面墙 还有说毛杆钢丝网等等啊 封面抹面 什么意思 就说我这个泼面的话 我怎么办 我不铺草了 我直接从上到下 要么全用石头给它码气起来 要么直接给它抹上什么 抹上水泥沙浆 抹上火凝土 给它完全的硬化了 给它完全硬化 但是这样的话怎么办 是不是不美观呀 而且有点废料啊 有点废料 好 第一 这就是 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这个的话 我们在边坡 你会发现 来 你告诉我这是路茧还是路低 你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路茧还是路低 看下这个图 这就是怎么办 在我们的边坡上 有一个 我们这放上钢丝网了 然后呢 喷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沙浆了 水泥浆了 等等啊 这是路茧还路低 你会发现在这地方其实是有树的 这地方是有树的 也就是说怎么办 这个树在这儿呢 在这儿呢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路茧 路茧 这是我们的边坡 做好防护 做好防护 茧 路茧 很好 茧 第四个的话 是我们的土工之物的防务 什么 用一些网子 你会看一下 用一些网子 把我们的边坡呢 给它兜住 防止一些落石 这个呢 主要针对的是落石现象 边坡的两侧的话 是岩石 岩石的话怎么办 给它挂上网 防止岩石的那个下落 是吧 下落 这是我们的 Permit的防护 这个了解一下就行了 考试的时候的话 考的最多的话 就是我们的 要考的话 主要考我们的第二个和第三个 就会问你 下落属于骨架植物防护的事 或者下落属于乌公防护的事 那它俩一个区别是什么 它俩其实都有什么 都有乌公 只不过的话 这是纯乌公 纯水泥沙浆 纯火牛土 而这个地方不仅有水泥沙浆 还有植物 还有植物 好 这个 一块来看一下 这个呢 我们稍微当个重点 我们对于我们的沿河 就是说我这个路低的话 旁边是一条河流 那有河流的话 我也要做好防护 那我防护的话 有两个 一个叫直接防护 一个叫间接防护 什么叫直接防护 直接防护的话 就是在直接在我们的 对我们这个边坡进行处理 那什么叫间接防护 就是我不处理我这个边坡 我处理什么 我去处理河道 我不处理边坡 我处理河道 叫做间接防护 我直接去处理边坡 叫直接防护 我们一块来看一下 好 直接防护的话 有什么 上面种植物 是吧 然后气石 然后呢 放上石笼子 在我们的坡角 这地方呢 放上石笼子 这也是对它一个防护 进水挡土墙 这都是对我在处理我们的什么 处理我们这个边坡 边坡 这里边呢 有两个 有一个点呢 希望大家重点注意一下 我们看一下抛石 我们什么时候抛石啊 这个地方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一般多用于抢修工程 抛石在什么时候用 抢修工程 你想一下 我们想一下 是不是到了夏季 很多地方出了出现什么 出现洪水现象 洪水的话决低了 决低的话我们怎么办 要么把这个袋子里边装纱 往里边抛 要么运石头 是不是往里边抛啊 是吧 给它堵漏 是吧 那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啊 我们抛石是很快的 所以说它应于抢修工程啊 抢修工程 我考试的时候问大家 说哎 情况比较紧急的时候 我要做防护 用什么来防护啊 用抛石来防护 很快啊 运来石头往里边倒 是不是就行了啊 往里边倒就行了 或者实在来不及的 把个车是不是冲进去啊 用这个车来防护啊 而石笼的话 你一块了解一下 石笼呢 有两个 一个叫做钢丝石笼 一个叫做钢筋火牛土 框架石笼 说白了 就是怎么办 用钢丝呢 把我们的石头 给它圈起来啊 叫做钢丝石笼 或者怎么办 用钢筋火牛土 做好一个框架 然后呢 往里边放石头啊 叫做钢筋火牛土 框架石笼 它俩一个区别是什么 钢丝石笼 钢丝啊 丝嘛 比较细 所以说呢 不能用于急流的阶段 而我们的钢筋火牛土呢 它比较粗 所以说 它是可以用于急流的阶段了 啊 这个大家区别一下 区别一下 因为钢丝 如果说这个水 大家想一下 水的话比较急 那它的冲力是很大的 容易把我们的钢丝呢 给冲断 而我们的这个钢筋火牛土的话 它有足够的冲力啊 足够的冲力 当那个 它是吹不 那个 那个冲不断的啊 冲不断的 好 注意一下 好 这里边呢 重点注意一下这个啊 好 再看一下间接防护 间接防护的话 是一个重点 间接防护 我们看一下 间接防护有什么 有护坝 啊 有钉坝 有顺坝 啊 三个 这是一些构造 还有一种什么 最不可取的 叫什么 叫做改移河道 就是说本来 我这个河的话 是往这儿走的 行了 不让它走了 让它往这儿走 你这样的话 对于生态 是造成严重的影响的 所以这个呢 是不不可取的 而我们的护坝的话 一般也不会出现 护坝的话 咱们说 其实它可以认定为什么 可以认定为是一个 呃 直接防护 只不过怎么办 它不不靠近我们的路低 它离着我们的这个边坡 是比较远的啊 比较远的 也相当于一种什么 相当于我们的挡土墙之类的啊 你就看 你知道一下就行了 有什么 有护坝 有钉坝 有顺坝 还有一个改移河道 这是我们的间接防护 那考试的时候 怎么考察大家 就问你 下列属于直接防护的有 下列属于啊 间接防护的有 你要注意一下 两者区分 我们来看一下两个 一个是钉坝 我们主要看一下 钉坝和顺坝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河流 的流向 大家看到了吧 好了 你会发现这 这是什么 这两次 这地方都有啊 这就是我们的钉坝 它是什么 它是我们人为的修多 修出来的这么一块 这样水来的话啊 水来的话 它就是直接冲到我们的钉坝上了 然后就给它调走了啊 然后一冲了就调走了 哎 一冲就调走了 这样的话 对于我们这个边坡的扰动呢 冲刷不是很大啊 不是很大 好 再看一下我们的顺坝 我们的顺坝的话 它注意一下 它主要用在什么 主要用在我们的河岸 凸体的地方啊 凸体的地方 什么意思啊 你这样的话 河的 它这个地方是一个两侧的河道 两侧的河岸的话 是一个凸体 然后水来了的话 是不是就直接能冲刷上去啊 所以我此时怎么办呢 我此时怎么办 我修这么一个顺坝 水来了之后呢 它冲不到我们的这个边坡上去 直接冲到我们这个顺坝上 然后呢 就给它调走了啊 就给它调走了 你主要看一下 我们这两个图示就行了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几道题啊 有人刚才说了 是吧 这个四四八四说的 我们2017年考了 考了哪道题啊 2017年就考的是 骨架植物防护类型 不包括什么 大家想一想 我们的骨架的话 包括第一个叫乌公 是吧 用乌公来做框架 然后第二个有什么 要有植物 它是有两部分啊 有两部分啊 其实这个点的话 跟大家说啊 这个点的话 也看是我们选择题的一个长考点啊 选择题的一个长考点 好像后面给大家放了二件 是考了哪一个 我们等会来看一下啊 这个的话 我们想一下 江气片石 哎 种草 然后呢 水泥混凝土 空心块 沪泼 啊 还有我们的毛改混凝土 种草啊 最后的话 大家想一下 没有给大家说的什么 我们的窗孔式 护面墙啊 大家是学习我们的 什么 是不是C选项 没有给大家说的地方啊 就是我们这一个 啊 C啊 好 来看一下15年 15年考的什么 15年是考的是直接和间接的一个区别 问你哪一些属于间接防护啊 啊 哪一些属于间接防护啊 好 这个呢 什么 间接的话是我们的 是不是顺坝啊 还有我们的护坝 钉坝 还有一个什么 改移河道啊 改移河道 好 再看这道题 再看这道题 说 某二级公路改造工程中的啊 这个路段啊 右侧的坡角呢 受河水的浸泡 在洪水的作用下呢 旧路坡 地儿呢 发生了垮塌 对此啊 罪易采用什么防护 罪易采用什么防护啊 大家都做得很好啊 我们的助教老师都给大家竖了大拇指了啊 给大家看一下这道题选什么 啊 很好啊 都选三了 是吧 为什么 因为现在有洪水啊 有洪水怎么办 情况比较紧急 比较紧急的话叫什么 叫 抢 是不是叫抢修了 叫抢修啊 用什么用我们的抛石 是吧 抛石啊 好 这样的话我们的防护呢 就给大家说完了 我们来说支挡啊 支挡的话考啥什么呢 概率比较大 考案例的比较大啊 啊 他主要什么 边坡不稳定 不稳定的话 你光防也防不住了 那怎么办 我直接支挡吧 下面给他有一个推力 挡住他 他如果说这个地方啊 好 这个滑坡的话不稳定 想往下坍塌 那怎么办 我在这地方给他树上一道墙 哎 给他挡住 他就没必要 没法往下进行一个坍塌了 没法往下坍塌了 所以叫什么 叫支挡的一个啊 支挡 啊 我们支挡的话 有分为几个 一个叫做泼面防护加固 啊 我们其实这些的话 防任何一个防护的话 其实都有一个支挡的作用 只不过这个泼面的防护啊 我种草了 种树了 他相对而言他防啊 他的那个比较那个什么啊 啊 他就是一个边坡的支挡 还有一个失落地基的一个加固 我们重点的话在哪 在我们的边坡支挡上啊 大家不要考虑人多少的问题啊 毕竟是公路 还算一个小坑 你这样能打乱我的思路了啊 下次我去他们的房间里拉人啊 好 我们有三种加固啊 一种是泼面防护加固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种草了 种树了 他有一定的加固的作用啊 要么就是边坡做支挡 就有什么挡土墙 是吧 再就是我们的 失落地基的一个加固 我在下面就一个加固 而加固的话 整体他来说 他的稳定性呢 就很好啊 就很好 好 来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呢 简单的了解一下就行了 我们的边坡支挡 有什么东西啊 边坡支挡 有什么东西 啊 边 包括路基边坡支挡 啊 我们的边坡支挡呢 第一个是包括我们的什么 路基的边坡支挡 什么 就是没有水的情况下 如果没有水 叫做路基边坡支挡 如果有水的话 叫什么 叫做低岸支挡 就是我这个地方啊 旁边是路的话 叫什么 叫路基边坡支挡 就是地之类的 如果旁边是条河流的话 我们叫什么 叫做低岸支挡 低岸支挡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路基边坡支挡呢 根据它的保护范围 如果是保护路肩的话 叫做护肩墙 如果保护坡面的话 叫护坡 如果保护面啊 总体面的话 叫护面墙 还有我们的护脚墙 我们的挡土墙 你这个知道一下就行了 我们重点的话 大家记得啊 我们有一个挡土墙啊 你这个地方就记下名词就行了 哎 哪些属于我们的路基边坡支挡 不要去深究这个地方了 没必要啊 因为我们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我们的挡土墙 其他的话 你就知道有这么几个名词啊 叫说叫四户一挡 四户一挡是我们的什么 路基边坡支挡 四户什么 护面的 护坡的 护脚的 护肩的 外加一个挡土墙 好 我们的第二支挡的话 第一个叫做博岸 第二个呢 叫进水墙 第三个叫石龙 第四个叫抛石 第五个叫护坡 第六个叫枝脚 枝堕护脚 一样 就是说是 我们这地方有河流 你河流的话 这地方的话 怎么办 肯定是进水了 进水的话 我们在它怎么办 我们进水的这一侧呢 给它修上相用的片石之类的 就行了啊 挡土墙长什么样 后面给大家讲呢 这个呢 了解一下就行了 我们的失弱地基加固 有什么呀 有碾压密石 排水固结 几密 化学固结 换天土 对了 一般好多公路呢 都要修挡土墙 好了 大家很着急啊 说挡土墙 长什么样子 我们来了啊 案例的考察点 啊 案例的考察点 我们的挡土墙呢 给大家主要讲三个 一个什么 一个是重力挡土墙 一个是 加金挡土墙 一个是 毛根挡土墙 给大家说一下三个 第一个重力是挡土墙 怎么办 我用火 片石 主要这个地方 不用片石 用石块 修一个 修一个 一个长墙 是吧 用自身的重力 来抵挡后方 土体的推力 第二个什么 第二个是 我们用加金挡土墙 在我们修筑的路面上 修筑的后 那个就说是 边坡上 怎么办 加入我们的 加金 拉金桥 拉金桥 有我们的挡土板 这样的话通过 它之间的摩擦力 来保重 保重它整体的一个稳定性 第三个的话 怎么办 直接在我们的边坡里边 打入我们的毛杆 这样的话 毛杆 如果说土 土对我 这个土体 对我们的这个挡土墙 有一定的推力 这个墙的话怎么办 又把我们的力 传进到我们的毛杆里边 这样往返的一个 维持整体的一个稳定性 整体的一个稳定性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我们第一个叫做重力 是挡土墙 有人说挡土墙 长什么样呀 我们来先看一下 我们这个图 好 后面的话 是我们的这个边坡 或者路低 是吧 那它的话 有一个不稳定性 那怎么办 我们在这个地方 修一个挡土墙 说白了 什么 就是气道墙 气道墙 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点 小型的一个挡土墙 怎么办 后期的 后面的土呢 有一个推力 我又 因为我自身的重力呢 把这个推力呢 给它挡回去 给它挡回去 就防止它呢 发生一个坍塌的现象 坍塌的现象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挡土墙的一个构造 我们先看挡土墙的一个构造 我们修好了这个墙 这是我们墙的一个截面 修好了墙 大家把这个图呢 一定要是看懂啊 我们这个墙 它这个墙的话 好 你其实把这个墙呢 就当作我们一个角 来看一下 我们最上面的话 叫做墙顶 就上面这一块啊 就是我们在这 最上面叫做我们的墙顶 就是头部 然后前面的话 面向我们路的这一侧 面向我们路的这一侧 叫什么 叫墙 密尔 是吧 那怎么办 那后边不就什么 墙背了 是吧 后边不是我们墙背了吗 然后的话墙下面呢 它怎么办 它有一个墙纸 多说这一块啊 还有我们的墙底 还有一个墙肿 后边其实这对话 脚趾 脚底 脚后跟啊 就是我们墙的下侧的地方 墙的下侧的地方 这几个名词呢 希望大家记一下 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教堂上是没有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重力士挡土墙 重力士挡土墙呢 是依靠乌公墙体 说白了 怎么办呢 用我们的 要么是直接完全的 胶筑混凝土 要么就是这样 用我们的石块 给它系起来 最后令自重 因为它自身是很重的 自身是很重的 来抵挡墙后土体的一个侧向推力 我很重 你想想 好了 我现在是一个胖胖的人 当然不是我 假设有一个胖胖的人在这 后面如果有个推 有个人在那推它的话 怎么办 推不动是吧 那你想我的话 后面有个人给我推就给我推动了 利用自重来抵挡我们后方的推力 以维持我们土体的稳静 目前是最常用的一种挡土墙的形式 这比较简单呀 为什么呀 你这个地方 我只要给它系起来 不就能挡住吗 所以说呢 它是比较常用的啊 比较常用的 但是呢 它有个缺点 因为它是你要需要重 那重的话 怎么达到重啊 那用的材料越多 它越重 是吧 所以说 它的截面比较大 截面比较大 什么叫截面 就是说是它比较厚 啊 哎 什么叫截面比较大 就说白了 就是比较厚啊 就厚嘛 你想啊 你看这个地方啊 看下这个地方 如果这个地方比较薄的话 后面有推力 就像我似的 是我这么瘦 是吧 怎么办 一推就倒了 一推就跑了 就散了 是吧 所以说呢 越厚 它的重力是越大的 然后后体的推力给它的话 它能挡住 是吧 能挡住啊 好 然后第二个呢 乌工数量比较大 那你既然厚的话 那是不是用的食料比较多啊 用的火牛土 是不是沙浆 是不是也比较多呀 好了 在软弱地基上的修建 往往受到承载力的贺载 你比较重啊 比较重的话 你在软的地方的话 不就陷进去了吗 所以说在软弱的地基上呢 不易修建 不易修建 然后强高呢 不易过高 太高了的话 实在是受不了 这个地基的话 就容易往下陷 这像我们的鸟巢啊 鸟巢是不是很好看啊 很好看 但它是一个钢结构 钢结构那么大 那么大一个鸟巢 多沉啊 那为了保持这个钢 这个鸟巢不发生 不均匀 为了防止它发生不均匀沉降 那你对它的地基要做很好 多大的一个加固啊 所以说呢 你如果太高了的话 它就很重 很重的话 就容易发生不均匀沉降啊 不均匀沉降 所以说它要求是比较高的 对吧 要求是比较高的啊 所以说缺点呢 也是很大的啊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形式 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挡土墙呢 主要有五种形式啊 有仰邪式 有腐邪式 有垂直的 有凹形的折线 叫凹折式 或者有横正式啊 好 我站在这 我们用人体的站姿呢 来给大家说一下啊 好 我现在给大家测着 测着的话 第一个呢 叫仰邪式 仰邪式的话怎么样 我站往这站上 是不是我这样仰一下 你看一下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仰邪式啊 这是一个仰邪式啊 第二个呢 叫做垂直式 那就是我站直了是吧 直了我后边是一个直的现象 是不是就是一个垂直啊 好 第三个呢 叫做腐斜 什么叫腐斜 是不是往前倾啊 往前倾的话叫腐斜 还有一个叫做什么 凹形的 怎么办 我归腰了啊 我归腰了 我本来站着 当然我现在 然后再归一下啊 最后的话 叫一个红重式 就是说 我站着笔直直播后面怎么办 就像我们说宰相流罗锅仪啊 当然他那个不对啊 就说 我后面再给他背上一个 背上一个书包吧 啊 我不是说背壳了 不好听啊 背上一个书包啊 叫做我们的 红正式啊 红正式 好 大家看一下 我这边要给大家排一个序啊 我问大家啊 我问大家 大家不要看我上面这句话啊 我问大家 这我们主要看前面这三个 谁承受的贺载是最大的 谁能承受最大的贺载 啊 谁能承受的贺载最大 承受的贺载最大啊 好 你见到那个 有人说第三个 有人说是第一个 你一块来想一下啊 好 我看一下啊 我说的是重数的贺载 不是我们这句话啊 大家一块来想一下啊 你让我现在站着 我站着啊 我现在是这个贺载的 你想想 一块来看一下 我现在是一个贺载的 叫什么 叫做抚鞋士 是吧 抚鞋士吧 如果说我这个地方 有人来推我 有人来推我 推我的话 你想想 我现在是一个贺载 有人来推我 其实我现在是有一个 前载的形式了 如果后来 有个人来推我的话 我是不是就抓紧就跑了 所以我重担力呢 不是很大 我重担的贺载呢 不是很大 但是呢 大家想想 我是一个养贺载的话 我现在是这样 我这样的话 其实我后边 是有一定的力的 如果现在有个人 来推我的话 他推不动我 他推不动我 所以他如果 为了要推我的话 他要推的 他要实际的贺载的话 是更大的 所以说 我们能重受 最很大的贺载的是哪一个 是我们的养贺士 是我们的养贺士 养贺士 然后的话 中间垂直士 它是建于之间的 它是建于养贺和腐贺之间的 我们的腐贺士呢 其实他承受的贺载呢 是最小的 最小的 所以说 承受贺载最大的 是我们的养贺 养贺 当然的话 那这样的话 他就说 他承受贺载最大 那怎么办 他承受的土的压力呢 就相对而言比较小了 那你问一下 他问的说法是不一样的 养贺 承受的压力是最小的 然后呢 垂直 辅贺 这个地方了解一下就行了 这个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红正 红正的话 他是怎么办 他后面呢 再加一个红正台 你这样的话怎么办 他就把那个重心呢 给他移到了我们的中间 就比较稳定了 比较稳定了 所以说他承受的贺载 应该是 总体来说 里边最大的一个啊 好了 我们这是我们的 重力是党土墙啊 对 我们的重力是党土墙的 请不吝点赞 我觉得是党土墙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